大家好 未來十年終於有一萬億的財富 從嬰兒潮傳承給他們的子女或孫子孫女 但其實很多人在法律、稅務或婚姻保障方面 都沒有足夠的準備 今天我們要用一個客戶的案例 和大家講解用什麼工具 能夠解決三個大問題 好啊 今天講回真實案例 就是關恩和Amy五六十歲左右 本身在遺產策劃方面 分落了七個盲點 第一 這樣做法會令家庭成員有爭執、矛盾 你也知道 在華人社會很多時候借錢給子女 沒打算子女還 但這種貸款往往會成為遺產爭拗的一部分 引起衝突、有浪費時間和添加費用 第二個忽略的地方 就是他們選擇了不適當的人去執行人 不少人會用自己和伴侶 沒想過伴侶年紀也不小 就算找到子女去做的話 處理這個生後事其實子女已經心情很不開心 很悲傷 會不會有時又有心無力呢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第三個忽略的地方就是規劃了之後 沒有請到遺產策劃專家和家人一起去講解 因為你不講解清楚 到時分中只有驚 沒有起 第四了 就是沒有一個委託授權書 POA 有時年老的時候 當無法治理的時候 誰幫你管理當時的業務呢 甚至乎健康方面的治療 誰又可以幫你決定到呢 說到第五忽略的地方 就是很多後人 根本就不知道父母的遺囑 放在哪裡 很多人放在保險箱 那就更麻煩 這些後人怎麼開呢 所以我們是會Wyant和Amy幫他們 填寫一份Search of Views表格 VSA 532 到時只要過身 有個過身證明書交給政府 就知道在哪裡 說得很有道理 第六個忽略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財產 其實不止在加拿大 在國外又要處理 包括金融產品也好 房地產也好 公司都是需要認證的 這樣又浪費時間 又要給稅 我們就幫他們安排好 Alter Ego Trust 自我信託 這樣是可以避免整個認證費的 第七 如果不符合自我信託的條件 又可以怎樣呢 就可以這樣的 不動產 好像公司 地產 可以用這個家庭信託 放進去 如果是流動資產 譬如股票 護衛基金 定期債券 現金 我們就會幫他們設定 隔離基金信託 解決了 Wyant和Amy分析了這七個盲點之後 省了差不多一半的稅 和其他成本 所以他們抱到第四個孫子的時候 很開心 又很有心 還親手煮薑草 報給我和助理一起吃 相信你對今天的分享 都很有同感 如果你想獲得我們送出 價值一百元的圍足及公司 省稅指南一份 又或者參加這個月的講座 和一千元現金抽獎 一千元 記得按以下這條連結 多多些資料看看 這樣就可以幫你達成目標 更進一步 這個星期就只有十個優惠名額 快點把握機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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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